尊者偷偷恨地 这个意思很重要 偷偷是繁语 那么翻成中国意思呢 抖售或者是叫做淘汰 抖售什么 我们身上要灰尘的时候 抖一抖的时候 抖售就抖掉了 这也是一个淘汰的意思 一 十二行淘汰 沉老烦恼 那么他这个 十二行是苦行 实在讲 大家学生者 出生是富贵人家了 在社会上很高的地位 是豪富人家了 子弟 他来修苦行 来代表苦行 也就是 佛在灭度的时候教我们 以苦为死 以戒为死 加舍尊者是好榜样 十二行者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说他 这十二行 第一个 祝阿南若 阿南若是 繁语 繁成中国意思 是极尽处 这个阿了 翻作五 南若 是一个 亲近的地方 就是没有吵闹的地方 不会由外面环境干扰 这个叫南若 那么在古时候 大概噪音最大的 因为佛所活动地方 都是在城外 他不在都市 都是在山林 河边 这些地方都是佛 常常油画之处 所以在农村里面 农业社会 养僧口 牛叫的声音最大 他以这个为标准 他们所住的地方 农村里头 牛叫的声音听不到 这就很安静 以这个为标准 这住我懒弱 第二呢 长弦弃使 这是 他们生活的方式 每一天都温明启示 第三呢 次第七 这平等的启发 这一家 这一家 不时供养你的 这些饭 不一定 它是一波 有人只供养一点点 像一瓢根 供养这些 那你就决定不够 到第二家去吃 第二家还不够 到第三家 佛允许你 到七家 七家 七家不够 不可以到第八家 到第八家 你就贪心 那如果是 一家两家 你够了 你就不能到第三家 这个 这个是 其实的规矩 要守着规矩 次第七 平等 第四呢 日中一时 每一天到外面 七十 只有一次 脱补 第五 节量 所以佛法 真正是平等法了 佛法七十 这个 拖了一波饭 是不是 拖来就吃呢 一面走 一面吃了 那就横不牙关了 那人家就 确实是 轻视你了 拖 拖完之后 回到僧团 那个在树林下面 就统统 激活在一起 把饭混合在一块 然后自己需要多少 那多少 节量食 所以真的 中国古人讲 一波千家饭 那不是假的 你看看 僧团里头 长驻 长驻 一群三 一群 二百五十五人 加尸 加勾 一群 二百五十六人 通通出去 拖过 真的是千家饭 回来的时候 会活在一起 利火同君 你拖的一包 这些饭不错 这个拖的差一点 你看 会活在一块 做到了 利火同君 六合金的神团了 对 对 对 一群三 交叉